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identified Mysterious Animal 簡稱UMA 探索未知 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 檔案 Gripping House 調查員Jester 貓 我想在現代人的生活中 可以說是最常見的寵物之一 不管是有品系的品種貓 或是一般常見普通的家貓 都深受廣大群眾的喜愛 也成就了一群貓奴殘屍官 但在這些可愛的貓裡面 存在著一種特別的UMA品種 牠們有的翅膀 更有著會在天空中翱翔的能力 牠們被稱為天使貓或是有益貓 有翅膀的貓聽起來真的是不可思議 像是動漫或是電影裡才會出現的生物 但其實有翅膀的貓科生物 早在古代就有紀錄 有益師在波斯人 美索不達米亞人的社會宗教裡 都有共同的文化藝術紀錄 與神話傳說 這些生物上不太可能存在的構想 卻出現在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的文化中 舊約聖經裡 第一隻從海裡走出來的野獸 就是一頭有翅膀的獅子 而在威尼斯 西元829年 兩位威尼斯商人 從埃及的亞歷山左港 帶回了使徒聖馬可的遺骸 並見了聖馬可大教堂 以供奉這個聖人 而代表聖馬可的友義師 也就成了威尼斯的象徵 直到今日 友義師 等於是威尼斯的標誌 更是守護著城市的代表 另外 斯舊獸 一種流行於西亞到地中海一帶的傳說生物 也稱隔離芬 或獅生鷹首獸 他擁有獅子的身體 即鷹的頭 會和翅膀 因為獅子和老鷹 分別稱霸於陸地和天空 斯舊獸 也被視為強大尊貴的象徵 而他也類似一種有翅膀的貓科生物 以上有翅膀的貓科生物 都是屬於大型兇猛的異象 但今天要介紹的友義貓 則是比較偏向於屬於小型貓科生物 比較像是我們現今認知的家貓 但他竟然有一對會飛的翅膀 天使貓最早的發現基礎是在1905年 英國 奴魏魯茲和波頓薩西魯學校的學生們 在操場上玩耍時 看到一隻很像貓的巨大生物飛來 在學校上空中盤旋 由於他飛得很低 所以很容易目視 學生們一致認為這是一隻貓 1933年6月 一個住在英國薩瑪斯城的居民 也聲稱他發現了飛貓 他說這隻貓曾前在他家的馬舊裡 長相十分奇特 毛色黑白相間 從肩膀處長出一對翅膀 當他發現有人走近他時 他就張開翅膀飛起來 據稱農場主人還把這個消息 通知了當地的動物園 當動物園的人趕到現場時 用網把他捕獲 飛貓在動物園裡活了一段時間後死去 1966年6月 一隻長著翅膀的貓 出現在加拿大的一個小村子裡 據說這隻貓呈黑色 從天而降 把雞鴨鵝笑得到處亂穿 甚至有一天 飛貓還追趕一位當地居民 目擊者聲稱 這隻奇特的生物降落在地上時 他的鬍鬚、耳朵、腦袋 都跟貓一模一樣 只是還長著一對翅膀 當地人射殺了這隻動物 並送往獸醫實驗室驗屍 但驗屍的獸醫說 所謂的翅膀不過是一團貓 但這結論遭到了當地人的反對 他們大多數都說自己看到過 這種長的翅膀 而且會飛的貓 1975年 在英國的曼徹斯特 有人捕獲了一隻天使貓 根據描述 這隻天使貓長著一對20公分左右的翅膀 但是外型和普通的貓咪沒有任何的區別 不過官方也並沒有公布相關的調查結果 也留給很多人去猜測 近年來 在中國的湖北、天津、河北等地 也有出現長著翅膀的貓出現 但這些被發現的貓的翅膀比較軟 而且都不會飛 除此之外 在美國、俄羅斯等地的很多地方 都有關於天使貓的目擊事件 但是對於天使貓是否真的存在 依然沒有一個確切的定論 究竟這種生物有可能存在嗎? 我們來探究看看 對於天使貓的存在 這種說法 比較容易得到大家的認可 對於最近幾年出現的關於天使貓的報導 根據對天使貓的身體檢測發現 大多數的結論都是由於 貓咪的基因變異 造成了貓咪的身體 長出了奇怪的多餘畸型部分 有的由於生長到的身體荷色部分 看起來就非常像是翅膀 因此就被認為是天使貓 或是只是某些貓咪在野外久了 身上的毛疏於整理 導致結塊成一團就被誤認成為是翅膀 這種學說也受到了一部分人的認通 他們認為天使貓是一直沒有被人類所發現的物種 是一種介於蝙蝠和貓咪之間的物種 並且在一些地方也發現了和天使貓骨骼類似的化石 這一發現也是對這種說法最大的綠論點 雖然現在依然沒有發現這種物種 但是也不能說這種物種不存在 或許這種物種已經滅絕了 所以當今的時代已經看不到天使貓的影子了 相較於全面兩種說法 這種說法比較難以讓人接受 這種說法認為天使貓是由貓咪和其他有益的動物進行雜交 進而所生出來的新的物種 但由於這種動物無法繁育後代 所以非常容易死去 因此天使貓沒有辦法進行延續物種 但不同種類動物的基因序列差異太大 是沒有辦法產生後代的 所以這種說法是不太可能的 最近有關天使貓的發現報導 都無法飛行 但在最早發現的紀錄就說 它是一種能夠飛行的動物 難不成真的只是身體出現畸形的原因嗎 最後 這種像是存在於幻想中的天使貓 你們認為有可能存在嗎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我是Jester 我們下次見 我是調查員Jester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